说不断烦恼而入内派 失为厌作 不断烦恼而入内派 失为厌作 安然而作 所以各位先生 为什么维某姐会讲说不断烦恼 就是烦恼是我们的佛性 生化的功能作用 我们不要把佛性的功能作用 把它指断 就是也让它去发挥 我们不断烦恼 可是可以进入内派 内派就是不生不美 我们可以不断烦恼 进入不生不美 这样了解意思吗 所以日常我们在做观照的功夫 就是要了解说观照是观照佛性本体 不要观照我们生化的念头 假如说观照生化的念头会越观 念头越多 就变成心越乱 那假如说我们观照佛性本体 因为那一些念头是从本体所生化 只要你把本体照佛好 那个生化的念头你不要管它 它自然而然 就一直会不切的 为什么 因为你回到本体回来 这样了解意思吗 那什么时候需要观照念头呢 有没有印象 或许有讲过 这个导致蛮肯定的 就是我们的杂念 杂念就是我没有去想 可是它会跑来 那一个就要关了 那个是我们溜到人会太久 一种习惯性 变成我们不想它就来 不想就来 那我们想来的那个叫妄念 妄念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把它切除掉 可是这个杂念不想它来 不想它会跑来 那个就要关 要用观照的功夫 那观照就是要好像在看家一样 各位有没有看过家 各位家的不要让菜来偷偷的东西 没有没有 那会不会看啊 各位又不会看家啊 连看家都没有自信喔 不知道啊 我如果在割菜 你如果来不知道要让你来 不懂得让你来 所以喔 那个杂念就好像我们看家 那个杂念就好像小偷 小偷他要进来了 要不要让他进来 对 就是不要让他进来 你看着喔 那个小偷看到主人在看家了 他看一看以后就离开了 说这个偷不成啦 然后因为太强了 没有一下下 又来了啦 那小偷又来 又在看主人在不在 主人又坐着 坐得好好在看 他又走了 然后第三次又来了 他看一看 主人还在 又走了 第四次的时候呢 主人有没有疲惫啊 对不对 疲惫的话 他就要进来 不疲惫的话 他又走了 只要你这样一直看 一直看 看到那个小偷喔 不用拿了 一定拿不上的 所以他慢慢的喔 那个力道越来就越露 没力 那个喔 次数就越来越稀稀疏疏 那你一直坚持这样子看 他就没了 没了 杂念啦 就被你牵掉了 就这样牵啦 会了吗 知道忘念跟杂念的分配吗 知道喔 忘念是我们优秘去想 忘念 杂念是不想他自己啦 那以后呢 就知道怎么做了 所以不断烦恼 而入内派 这个是维摩姐跟舍利佛讲 说呢 你的宴奏 臭的 不对 不是这样 所以从喔 他只有在临终打坐 维摩姐就可以看次到他的内心 你看多厉害 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 我们的羞耻就是要走入真理 那个真理世界是相通脸的 相通 所以维摩姐一进入那个舍利佛的心里 他就不是在真理里面 所以他就知道他做错了 不对 不是这样 所以就跟他讲 好